江川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浩死时 曾将一把上了三千桶子专门祭刀 转眼到了1943年 李月监队赶紧组织了一个小队 准备将宝刀护送去安全地带 宝刀的派遣队队长关明迪 更是不幸中担 于是刘不畅 宝刀就演气了 而日本人又在这时 发起第二次猛烈攻击 落到日本人手里 装着宝刀的包袱 却突然诡异地动了股妖风 刘不畅赶紧飞扑过去 将包袱扑在怀里 包扑塌陷的深洞 等他们醒来时才发现 此洞居然是一处 敌关便按了下去 最后一阵石门缓缓打开 但就在他们的锅内 手下赶紧将刘不畅推入石门 然后扑过去拦住日本人 经铁器 竟被包袱中的宝刀所吸收 等刘不上再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出的古墓 于是只能漫无目的地往前 放好一支考古队路过 而这支考古队的队长正是彭玉佩的下落 结果却意外发现 荒无人烟的罗布坡 荒边还带着一把西夏匕首 这让彭家木觉得匪夷所思 了三年 彭家木却告诉他 现在已经是1980年 不翼而飞 只剩下一把匕首 刘不上不知这一切怎么回事 穿越沙漠 到达一处小镇时 街上的人却都对他指 刘不上瞬间不知所措 刘不上抬头一看 这说天低迷未尽 可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饿死 而就在这歌曲 刘不上又被吓了一跳 打扰了二位 小兄弟 现在炸了 日本鬼子 您说看看啊 还日本人呢 美国人啊 都被咱们打跑了 珍珠和你的笑脸 现在啊 不成这下更懵了 他十天前才见过彭家木 那时是1990年了呢 就在刘伯昌困惑不已时 一个神秘语言 山下有户姓固的人家 只要杀了他们全家 都有人敲门 可他打开大门后 外面却空无一人 男人睡晚身 就进院中 凭空出现一个人 怪的匕首 静止向男人家里走去 看到女主人出来 刘伯昌进屋一看 炕上就还有个小婴儿 刘伯昌本想领 他心里却出现一个强烈的声音 让他抱走这个海底 于是便带走小婴儿 为其取名为顾丹 并将他抚养长大 玉佩的古玉 只要顾丹手握此玉 他的脑中就会 浮现出公主李清清 这让刘伯昌大为诧异 他们是194 意外到了1990年 有个神秘人曾指引他 来到荷兰山 随着人家 杀了他们全家 只留下还在墙包中的顾丹 刘伯昌还是尽心尽力 抚养顾丹长大 可朝夕相处间 顾丹长个月 都不吃一口饭 顾丹感觉匪夷所思 根本不明白 沙子怎么能吃 但长到28岁时 自然就有沙子可吃了 于是顾丹一云翻滚 一个紫色闪电 劈下后 刘伯昌就神秘 一声被带走 匕首上面刻有奇怪的符文 与传说中的西夏宝 不知道宝藏为何物 直到长大 他才拿出紫刀 想知道是紫刀 他就发出血腥的红色光芒 而顾丹的谷丹 竟投云目眩 脑中又浮现出西夏宝主 与一位将一支蒙古兵 突然的厮杀 让顾丹全身一阵疼痛 仿佛那刀 看来竟看到了西夏宝刀 我看到那个将军 手上就拿着这把笔 这把笔手 不是西夏开国皇帝 李元浩 就是那根宝色的关系 也许这里面 更是西夏开国皇帝 李元浩的防身之物 距今已将捕得邪气 刀刃上面的奇怪符文 更是与传说中的西舅 藏在贺兰山某处 但贺兰山下的南长沙滩村里 却愣足的后裔 每逢雪月 就会请出七具破把古尺 并挑选出四个八字纯阴的男子 让他们手持羊腿 法师只是念了几句诅咒 七具裹出动作 他们是傀儡 傀儡是他们的存在